哈囉大家好我是Peggy 我今天要來和你們分享的是一個唇膏試色的影片 那就是這三支YSL去年初的時尚印記四種唇露 我購入的這三支顏色分別是7號、16號、23號 就是這個系列最熱賣的乾燥玫瑰化色 那因為我在網路上看的都是白肌的試色 沒有小麥肌膚的試色 所以我今天就想來做一個影片和大家分享 這三支顏色在小麥肌膚色的感覺是怎麼樣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直接開始 先給你們看一下就是它的瓶身的樣子 是不是非常的美麗 它這個瓶身的設計做得非常有質感 就是這邊是霧面質地的瓶身 然後配那個金屬蓋子 是不是小巧可愛又非常的時尚呢 就從包包裡拿出來大家就會看著你的唇膏 然後在這邊補色 我這三支都還沒有試在我嘴巴上過 然後我想說來和大家一起試色看 這三個顏色到底適不適合我們這些小麥肌膚 好 那 我先從7號開始 然後它這個頭是這樣扁扁的 顏色 這支顏色超美 它不是很粉紅的那個顏色 它是就是有點像裸唇的感覺 但是又很有氣色 因為它的味道也很香不會很刺鼻 就是淡淡的化妝品的味道 它這在疊擦幾層又更顯那個唇膏的顏色 但是也不會太招搖 就是淡淡的裸粉色 看起來非常有氣質的一款 那第一支7號試在小麥肌膚上的效果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不會顯黑 而且擁有非常好的氣色 只是出個門 但是又不想要氣色太差 我覺得可以擦這一支 再來我們試這支16號 16號跟7號比起來的顏色 相對的紅很多 那我們來試試看嘴巴試色的感覺 像這種比較紅的顏色 我都會先擦在嘴巴上 然後用手指指腹把它推開 這樣比較不會出錯 那16號跟剛剛7號比起來又紅潤很多 就相對起來又更加有氣色的感覺 剛剛那個是自然有氣色 那這個就是故意的有氣色 很明顯就是有擦上唇膏的感覺 然後也是非常好看的 乾燥玫瑰花色 我的天啊 他這兩支我擦下來都不會有起那個唇紋 然後就很保濕 但是又是那種霧面的質感 對 因為我擦香奈兒 欸 等一下給你們 要小包暈眩 這香奈兒是之前很紅的 然後但是我每次擦這個他都會很顯我的唇紋 而且會覺得 欸 怎麼擦上去 我的嘴巴好像很乾燥的感覺 就是有一些皮啊 好像都跑出來了 但是YSL這支不會 天啊 超級好看的 而且你們覺得上在我的膚色如何 還不錯吧 不會顯得很髒 對 然後又很紅潤 那我們再來再擦一層 欸 他這個很好推 就是他的柄是很寬的 就是再擦一層的話也不會很誇張 但是就也是很好看的顏色 這一支就很適合去約會啊 或者是出席一些比較重要的場合 就跟剛剛那支七色比起來 那像我剛剛第一個試的是就是 先點一點在嘴唇上 然後用指腹推開 那個效果也非常好 那如果你在就是全塗的話 我覺得也很好看 再來就是這支23號 跟其他兩支比起來 他看起來是比較open 那我們直接試在嘴巴上 這支比較是暗側的open 就比較不像是剛剛那支16號 就是很紅潤的感覺 這支擦起來的效果比較像是歐美人 是他們超愛擦的顏色 然後我們再上一層 重點是他們這個三個都非常的好推開 天啊 我買對了 比較喜歡塗色系的朋友可以買這一支 這支比較是歐美人士在用的那種 塗色系唇膏 你們覺得哪一支比較好看 好那我們來總結一下 這三支擦在就是小麥肌膚上的顏色 都非常的好看 不會顯得皮膚很髒 然後又可以給我們好氣色 而且重點是他不會很顯唇溫 不會有讓你脫皮的感覺 我覺得非常的好 而且他也是上色上的很均勻 然後 他雖然是霧面的唇膏 但是非常的滋潤 我剛剛卸來卸去之後 我嘴巴也沒有適 而且他非常的好卸 然後 也上色也上的很均勻 你可以單擦一層的話就氣色就很好 那如果你再多擦幾層的話 又顏色更飽滿 那我這三支最喜歡的是16號 就是我現在嘴巴上擦的這個顏色 因為我覺得他擦起來給我很紅潤的好氣色 然後又不會顯得很髒 這三支給人家看起來的效果非常的不一樣 7號是比較適合就你沒有要做什麼事 但是你想要給自己有氣色的感覺 你可能去買菜去超市的時候可以擦一下 那16號的話就是我現在擦的 就是非常可以適合去約會的一個唇膏 第一次約會就是想要給人家這種很甜美的感覺的話 你可以擦16號 那我覺得23號是比較偏塗色系系列的 就比較屬於歐買 歐買 比較屬於那種歐美人士喜歡的那種妝感 那如果喜歡塗色系的朋友 你可以考慮一下23號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可以給我一個讚 也可以留言和我說 你最喜歡這三支唇膏的哪一個顏色 或者是你也可以分享一些 就是小麥肌膚適合的唇膏給我 都可以留言在下面和我分享 我都會回也都會看 那有機會的話我會分享更多唇膏試測的影片 因為我是個唇膏收集扣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結束 下次再見 掰掰 你就 幫你這樣說 再次吃吧 我們現在就來個顏色 還有個張的影片 我們今天應該請安ら 都會選擾 好有幾個文件 又要加入一位 我會選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